下一位是洛杉矶的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 我就是想讲一下,我是从北京来 我亲历了六四 在六四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了民众的呼声 大家实际上对中国的希望和对政府的希望才走上街 才真的去发出自己的声音 但是这时候实际上中国政府采用了一个很狂妄自大的一个方式 那么他们确实是镇压下去了 但事实上中共的屠杀是在六四开枪之后 那么他在开枪之后实际上抓的人更多 我的表弟就是当时是21岁的一个大学生 那么他参加了六四 实际上他也没有参加什么活动 他只是上了天安门 那么回来就是两车就是军人来抓走他 当时呢就是给一个孩子给压到车上的时候 一车人全部都拿着枪就是顶着他 那么抓紧仅三个月 回来时候眼睛大大的 然后人就跟骷髅似的 那么出来之后他给我描述一下他里面的情景 在里面绝对不是一个非人的待遇 那么多的人 他说挤到一起 根本连躺的地方坐的地方都那什么都没有 那么吃喝住都在一起 在那个里面七天七夜不让睡觉 谁要一打盹在太阳底下晒的 当时是七月份嘛都已经 然后呢谁要是只要一低头 你一犯困就拿电棍电 他说最后电的人发出的声音都不是人声了 他的一个同学最后承认说 那个天安门的车 坦克车他烧了50辆 这是后来中央电视台都报道了的 那么实际上这个孩子是为了求死 他并不是坦克车军队导弹打都打不透的 怎么会可能一些民众就能把坦克车点着呢 那不是军人自己点的 或者军人不是自己出来的 那个坦克车根本就点不着的 好的 好 谢谢张女士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但是非常感谢您跟我们分享这些当年的细节 我想问一下就一个您回应一下观众这些 另外一个六四的真相是不是有很多 我们还不知道 那么在六四之后 民众对于中共是不是开始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了 我刚才这些观众都讲得很好 有一个观众说 这个好像人民是白白牺牲了 就是说这个中共当局得不到惩罚 不像有的小国的独裁者 的确看上去很难 我多次引用过印度诗人泰格尔的一句话 泰格尔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是 他说人类历史就是艰难的 等待着被侮辱者的胜利 是漫长的 是不容易的 所以这确实 但是这有来于所有人的觉醒 说中国有13亿人 如果13亿人都在觉醒的话 我想这一天伸张正义 惩罚凶手的这一天就会早日到来 说觉醒是最重要的 就是说知难而行义 认识问题最困难 行动起来很容易 只要大家一条心觉醒了 一条心很多事情可以办成 所以我觉得就当大家感到忧虑的时候 应该去传播真相 告诉大家 告诉当年的事情 让更多的人得了觉醒 因为中共他要做的就是封说真相 封说历史 他知道人们一旦知道真相 这就换成力量 所以今天的同志 刚才有一位张女士也讲了很多北京的一些内幕 其实内幕确实是很多 包括当年的军人他都回忆了很多内幕 比如军人回忆到就是说 我们都不知道的事情 说直升机给他们空降那个枪支 他们本来没有枪支 中共的直升机给空降枪支 这是一个我们没有想到的 还有他们在行进过程之中 有人故意把子弹打到他们地面上 并不是射击他们 就是其他部队为了挑起他们射击民众 故意向他们发子弹来打自己的部队 打这个部队打到地面上 然后他们都本能的要还击 结果还击了就射到人群了 或者射到高楼上 所以这些事情都很多当时的军人也好 当时的民众也好 当时的体制内体制外 都可以做很多的回忆 我想六四的真相要写出是厚厚的一本书 就好像这个人数 人数就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中共只说是有300多人 那么实际上这个六四的历史 不只是中国有记载 中国民间有记载 而且世界各国都有记载 记者和这个 我在六四二十五周年 见到一个日本的摄像摄影师 他专门是去射了很多像 把一个珍贵的摄像影集送给我 而很多摄像机 它是近距离的摄像 都没有过的 比方说在机枪口的摄像 那个开火的机枪口附近 还有就是英国政府 在去年底或者今年初 解密的一份文件显示 中共屠杀的民众有1万人之多 1万多人 就北京的市民和学生被杀死的 所以这些真相都还有待揭发 所以中共正是怕这些真相被曝光 所以说百般遮掩 所以说但是纸包不住火 还是那句话说 莫写的谎言 遮不住学写的史实 我想真相中相大白于天下 这是毫无理问的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 还是就人们去追求真相 告诉真相 只要讲真相这就够了 只要告诉大家 这个传播出去 那中共的基石就会动摇 因为它这个基石是由谎言构成的 谎言之一它枪杆子笔杆子 就是刀把子 其中一个笔杆子就是谎言 中共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战 戳穿那种谎言 就把中共拆掉了一半 另外我还想问一下 因为刚才这位女士说到的 这个内幕非常让人震惊 她说很多屠杀是六四之后才开始的 那您觉得就是 她也说到说 当初上街是因为学生和市民 对中共还有这种幻想和希望 那么六四之后 是不是反而让更多的人 看清了中共的这个真实的一个情况 的确是让人觉醒 当时我说六四一声枪响 就是让我觉得生活失去了全部的意义 当时我一瞬间的感觉 实际上是让很多人觉醒 我当时作为一个大学教师 一个青年教师 作为一个民主运动的领导者 但是我都不相信中共敢悍然开枪 我觉得中共如果悍然开枪的话 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韦 那人民一定可以推翻它 当然我们是一方面低估了中共的残暴性 另一方面也高估了 就是民众的那种 全国民众的这种觉悟和英勇 当然北京的市民和学生是相当英勇 他们做了一天一夜的殊死的抵抗 我们看到这个北京 那个街头主要的街道 已经都翻滥了 就是民众没有武器 只好把地上的地砖给翻起来 做反抗 说整个屠杀和镇压之后 北京城市一片废墟 首先地面就是一片瓦砾 这是民众用那个手抠起来的石头 跟他们搏斗 说民众是很英勇的 只不过是中共动用了三分之一的正国军 有说是30多万 至少也是20多万 而且是王牌军队 是说是精锐的快速部队来镇压民众 这些部队本来是做国防用的 居然把枪口对准人民 就所谓人民的军队对人民开枪 中共自己的 那个中国自己的军队 是中国人民开枪 这在历史上是发指的 中共军队从来没有这个大规模的 对外这么作战过 但是对内这么作战 对外从来没有这么大规模 哪怕越南战争 1970年越南 中共动用的军队是20万 但是镇压天安门的民主运动 镇压北京民众 居然动用了20多万 甚至30多万正规军 而且是最精锐的部队 去越南打仗 这20万也就是 当时的云南和广西 内带的军队 或者轮番冲刺 甚至很多是新兵弹子 但是中共可以说 在50多年来 打的最大的战役 就是对人民打的战役 当然它以前打的内战也是 但是我们说建政之后 在和平年代 它最大的战争 是对中国人民自己 所以这种滔天罪行 永远是逃不克力士的审判的